你不想忘記的才會真的忘記 你企圖想要忘記的正好相反 它像個鬼一樣 英魂不散 這就是人 這個Eternal Recurrence 人面對環境的時候 怎麼樣來處理我的生命 當我有power 當我有困難 當我克服困難之後怎麼辦 所以我們可以說 Eternal Recurrence 是一種對生命力的一個 最高境界的一個態度跟高度 什麼叫Eternal Recurrence 人基本上是個回憶的動物 所以人要forget很難 你知道這個字forget是for加get get是什麼呢 get是得到 所以我們要忘掉一個東西 最後的結果 其實是我們的印象更深而已 你不想忘記的才會真的忘記 你企圖想要忘記的正好相反 它像個鬼一樣 英魂不散 這就是人 人最想忘記的一定是我的痛苦 我的不愉快 我的哀傷 所以你從現在開始 你最想忘記的 其實永遠是你永遠沒辦法忘記的東西 這就是人的很可憐的一個矛盾 我們最想忘的東西 其實是我們永遠忘不了的東西 所以我們誤以為我可以忘記 這就是平凡人 所以超人不是 超人是自己越想要忘記的東西 很不客氣 越要把它拿回來 要來面對我的創傷 面對我不想面對的黑暗的歷史 那我每次的面對 因為我本身一直在瑞變 所以今天的我想起我小時候的哀傷 我不勝唏噓 我可能會掉眼淚 沒關係 為什麼呢 因為明天的我已經進步了 後天的我更進步了 所以李錫坤今天的哀傷 會讓李錫坤掉眼淚 但是李錫坤的哀傷 在下個禮拜不但不掉眼淚 而且會很開心的笑出來 為什麼呢 因為我進步了 你先想想看 你一個做生意的人 你如果回憶這三年來 你把你的財產都虧光 你愛不愛傷 你當然愛傷 但是你繼續改善你的營業 研發你的產品 好了 三年之後 你過去很痛苦的時候 你的財產價值多少錢 一千萬 所以三年來 你虧了一千萬 但是三年後你賺了一億 你在回憶虧了那一千萬 你會不會笑出來 如果沒那一千萬 我怎麼會賺這一億呢 所以那個虧掉了一千萬 變成你的甜美的回憶 請問回憶有什麼傷害 哀傷又有什麼可恥跟悲哀呢 悲哀的是你都沒有進步 一個永遠一樣的人 在回憶永遠一樣的哀傷 我可以告訴你 你有多大條命 可以經得起這種哀傷的大吉 所以我們常常看到老人家 他沒有進步 他可能也不想進步 他可能也沒有那個知識 讓自己進步 所以他就回憶在那個哀傷裡面 回顧他幾十年來 老公不要他 兒子不孝順 鄰居看不起他 自己又貧窮又生病 他的回憶裡面 沒有一樣是快樂 所以他每天在這個哀傷裡面 然後那個哀傷 像一個邪惡的魔鬼一樣 就慢慢一點一點一點 最後就把他吞掉了 就吞無他的肉體跟靈魂 最後他就死掉了 他在哀傷中就死掉了 尼采的Eternal Recurrence 不是這樣 很勇敢的 永遠可以讓我痛苦的回憶可以回來 然後我每一次對同樣痛苦的回憶 我每一次都一次比一次驕傲 我也讓我的快樂可以回來 但是每次的快樂 我會認為有一點 每次都會增加對過去的快樂的比試 當年我書卷獎 學校呢 因為改了辦法 現在書卷獎多少錢 你們在座都沒有得過 也不像話吧 真的沒得過 我是沒得過的 你們也都沒得過 兩千兩兩 難怪誰要書卷獎 我們現在用改來修改辦法 現在改成兩萬 你們現在得到書卷獎兩萬 那個回憶起來很甜美 結果明年以後你回憶起來 還是覺得很甜美 後年你回憶起來還是很甜美 你如果讓我知道這個事情以後 我會認為說我把你的分數追回來 太美出息了 你的後年應該很看不起那兩萬了 因為你的行情已經是二十萬了 人就是這樣 人在處理過去 我的驕傲 我的喜悦 是要一次比一次來比試才對 因為那個驕傲 當時我在小時候真的得到全班第一名 老師送我一盒鉛筆 我開心了一個月 你現在還在開心啊 不像話吧 現在要你開心了 當然真的要飛機大砲才能夠開心的嘛 航情不一樣了嘛 這就是生命力 這就是Eternal Recurrent 永遠不要怕回憶 回憶是甜美的 你要越來越看不起 你太容易滿足 回憶是痛苦 你要越來越超越 那個痛苦以後變成你增加power的 那個動力 你用這樣的一個處理自己的生命力 你回憶過去 展望將來 你立於不敗之地 就是這樣的一個心態 西方國家打破了一個魔咒 這個魔咒就是中國古代也有這個魔咒 強上更強 立於不敗之地 因為他們找到一個 Eternal Recurrence of Victory 他們找到一個永遠勝利的方程式 那就是生命 無窮的生命力 就是跟本體結合 往外界擴張 把宇宙個人化 把個人宇宙化的那一種 新的天人合一的信仰 讓他們立於不敗之地